明慧 我用什么态度跟你讲话 是我的自由 你有怨气 你有不满 就冲我发出来 只要你能消气 我一开始是挺委屈的 但是现在 不重要了 我很理解陈家军 一开始那种愤怒 他其实是一种无助 他面对这样的事情 他无能为力的一种无助 但我从来不相信 是你害死了苏田 这一点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 都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但是你始终都不明白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 敏慧 我买了早餐 夏俊 看见你美慧姐了吗 她一早给我发微信 说她先回去 就不跟我们一起了 她应该还在生我的气 对不起 星期哥 如果不是因为我 不关你的事 等我一下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姐姐从小就特别招人喜欢 不像我 走哪儿都特别招人厌 当年我养父母回国 一眼便看中了你姐姐 想要收养她 可是她说什么都不肯 还哭着和她们说 我有心脏病 如果她们不收养我的话 我可能就活不久了 我一直都很不安 总觉得是自己 偷了她的人生 可是她告诉我 她不想出国 因为等她长大了 她要找她的弟弟 那个时候我就暗下决心 如果我还能活着 再见到她 我一定要帮她找到弟弟 你还会爱上她吗 星期哥 如果当时你没有把敏慧 错人成我姐 你还会爱上她吗 我会 因为我爱上的不是苏田 这个名字 而是敏慧这个火生生的人 很可惜 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 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 那 那我姐姐呢 她是我的亲妹妹 永远都是 你是新奇吧 有这么多年我们只是视频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好多年没见了 是的 是的 从五年前开始啊 你就每年给我们福利院捐款 还资助了那么多孩子的学业 我一直啊 都想让你回来看看 今天呢 总算是回来了 这位就是福利院的院长 李院长 李院长您好 你好 李院长 他就是苏田的弟弟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肚长这么大了 这孩子 今天带他过来呢 就是想请您 给他讲讲苏田小时候的事情 没问题呀 巧了 今天一大早啊 也有个姑娘 也让我讲讲苏田小时候的事 是不是叫敏慧 对对对 就是这个名字 李院长 你们聊 我有点事啊 这孩子 小时候他挺稳重的 是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好 有 有 有 你好 你好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明慧的磅脱 大雨般倾盆降落 那一刻 心都被淹没 谁懂得 这程就别重逢 是否就能够重拾一步 明慧 你那天问我的问题 我现在终于可以回答你了 我喜欢你 我希望我未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有你 还有我们的拳拳 好吗 心情你忘了吗 我们的故事在五年前是有结局的 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也经常会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开始 那天早上 你跟我说那些话 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向日葵的话语 是期待重逢的爱 看到你缓缓向我走来 给我戴上手链 我真的很开心 我知道 这一次陈家军的事情 你气我 你气我没有第一时间站在你身边 你气我不信任你 可这些我都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我知道 我冷静下来之后 我能理解你的立场 我也接受你的道歉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我们再一次开始之后 会继续重蹈覆辙 我也害怕我们会一直活在苏田的阴影里 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 这个我相信 但是心情你可以保证 这是你最后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归咎于我吗 我只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件事情它永远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 埋在我们的心里 我也不想我们一次又一次 将五年前的伤口重新撕开一遍 我真的承受不来 我不会 我不会 感谢观看